既然您講到價錢 又講到代購 有沒有要叮嚀大家的一些風險 他們也不喜歡妳到處問 到處比價這樣子 他們覺得對他要有信任 因為他們都是 你要找代購的話 像我的代購一定都是 朋友之間有口碑的 我有一些貨是來自於空姐 因為他們要去世界各地 他們其實有在做代購這個生意 他們就是很可靠的 以前我還在當空姐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限制一個人帶多少 我們就到處幫人家帶貨 後來是每個人只能 好像帶一個包 而且你要說是自用 就如果你打開來被發現 你有兩 三個 他們可能會沒收 所以現在就比較不行 但以前我們就是 我們就只賺 然後其他就是給你這樣子 所以很划算 對 但是現在代購 你們到底是哪裡認識的空姐 現在空姐很少了 我認識的 那很難買 我認識的只有 妳可不可以不要一杯一杯幫我倒 妳整瓶給我 我好 還沒戶手 你知道 但我朋友有在做代購 他是真的是 以前一個主播駕到德國去 然後他就幫我的朋友們代購 然後他 我覺得他也很佛心 就是比如說要配貨的 他就是乘以40 但不用配貨 他就乘以37 就歐元 就是我覺得滿OK的 對不對 對 合理 他有請他幫他買一些包包嗎 有 一帆也有介紹給我這個坑 就是要偶爾相傳 對 我覺得都要認識的 明白 就會比較有信任感 知道有朋友也都跟他買 對 而且就是盡量不要 為什麼 因為在巴黎的代購 巴黎的包雖然感覺上會比較多 但也太熱門 對 所以通常巴黎的代購 要的價錢會比較高 我個人的經驗是 我到希臘 到布拉格的店 他們 沒有人 真的嗎 沒有人 還有一個 你會覺得怎麼這個地方 會買得到包 就是義大利 對 對 因為義大利人跟法國人 他們是世仇 世上世仇 對 所以義大利人是不買法國品牌的包的 真的 我不對 因為義大利當地的貴婦 他們是瞧不起法國品牌的包 但是義大利要比 我剛剛講的兩個地方小心一點 因為那個名牌店的外面 都是牆 全部 有一些還穿成這樣 真的 你以為它是 森巴底 然後墨鏡 然後就是假裝在拍它 或者是什麼 沒有 他們都是集團 都是騎 就是直接牆走 有的不在外面等 我在店裡面被偷過 是不是 他們就在旁邊好像聊天 然後在你旁邊晃一晃去 因為很冷 外面在下雪 然後大衣放在旁邊 就蓋著你包就拿走了 對 我們來講完 我們先去看看 再次 我們先去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